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年呢,真的很神奇 对我的天鹅兰、飘纯兰来说呢 简直就是一个雌花年 到目前为止呢 我一共是有四颗天鹅兰和飘纯兰开花 总共是开了六只花 其中的四只都是雌花 这种现象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 往年,别说每年能看到一朵雌花 几年都看不到一朵雌花 这只花呢,是这株飘纯兰眼下的第三个花枝 第一只开的是雌花 第二只开的是雄花 第三只呢,就是眼前这只,又是雌花 开第一只的时候呢,我特别激动 因为还没有见过雌花 我是说自己的天鹅兰、飘纯兰还没有开过雌花 结果第二只开了呢,是正常的雄花 第三只呢,又是雌花 第二只雌花开的是这一株 这一株的话呢,是 这株呢,特别美,我非常期待到它的花 它的花呢,是一个碗状,鲜红的颜色 结果呢,又开成雌花了 它开花的时候呢,花比较大 那比这个呢,要大一倍 颜色呢,也浅一些 但是的话呢,我还没来得及给大家看 就被虫子给啃了 所以呢,我就把花杆剪掉 相当遗憾 那前天呢,又开了这一朵 这个也很奇怪 不过这个呢,是天鹅兰,不是飘纯兰 所以的话呢,它的雌花呢 和雄花的样子呢 相对来说接近 而且花呢,也非常大 不是一个帽子型的 但是呢,它的这个部分呢 看不清 非常非常的特别 特别特别厚 你看,就和普通的花呢 长得不一样 这株呢,是一个原生的天鹅兰 Psycanocis barciorum 这株苗呢,是它的粗花 你看它呢,很细小 这次呢,只开一朵花 而且呢,是雌花 不过怎么说呢 天鹅兰的雌花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 很独特 我觉得也很好看 它的花形呢 我觉得干净利索 这些花呢,都很香 它呢,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那这个呢,有一种非常浓重的薄荷味 据说雌花的形成呢 主要是取决于光照的强弱 光照越强 形成雌花的可能性呢 就越大 另外据说是温度的高低呢 也起一定的作用 那今年夏天呢 它们一直在室外 光照应该是很强 可是往年也一样啊 感觉天一下子就黑了 我把手机的灯打开了 看起来好清楚 好漂亮啊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 我觉得往年 长花芽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晚了 就是说天呢 已经比较冷了 那时候呢 它们可能是在室内长花芽 所以光照没有那么强 贵开雄花 我不确定我记得了 不过今年真的很神奇 对我的天鹅兰飘唇兰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雌花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